而明熙早前退出新歌 一群G炎粉就在巴士车身下广告 为偶像造势 虽然这天天空不造尾 但Gigi也没遇到巴士前打卡留念 而一群G炎粉也风雨不改来热情应援 令Gigi这天的心情有点复杂 我的心情非常紧张 非常激动 也很开心 但因为紧张 是因为紧张天气 也很担心大家的状况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戴傘 或者会不会被雨塌 这是我很紧张的地方 也很担心的地方 但很开心看到大家今天出席 其实雨时大时小 我知道下雨会影响到工作上 尤其是户外的工作 所以很感谢大家今天的赌场 也很开心看到这次的巴士 迎援巴士 被封为暴风女神的Gigi 除了搞户外活动经常遇风雨之外 就连早前去到杀尾和家人 在天伦之下下到朝风雨 令这个旅程也有点素兴 有一件非常不好的事情 就是下雨 它连续下了几天的大雨 所以导致路有些堵塞 然后有些水浸的情况 所以很少出街了 但也有出街的 不过对脚都湿了 而且衣服都差不多湿了 说回Gigi早前推出的新歌 反应非常好 这次的MV情节 是讲述被男友背叛 虽然现实中 Gigi没有这方面的经历 但她也很庆幸自己 可以全程投入 其实那时候是很害怕的 我甚至乎觉得一开始 是未进入到状态去拍摄 但是也都很多谢导演 阿星和各位幕后的团队 因为他们铺牌 铺牌得都很好 是一开始很甜蜜的画面 先做了 之后再去做一些很周深的画面 所以我觉得是 可以令到自己去投入到 那个故事里面 慢慢去做 慢慢去做的时候 就投入到了 还有各种天时地利人和的感觉 没错